就在刚刚草原男何喜格图惨遭21岁苗主小将石晓东重拳TKO终结 全场震惊 谈到草原男何喜格图 相信各位全民粉丝对他也是非常熟悉 他跟中国UFC一哥迪影一样有着师兄弟关系 也能有着共同的师傅那就是张铁拳 他在近段时间也是叫嚣各种国内的搏技名将 更是号称要31秒KO掉史神方便 而他这场比赛的对手是来自于湖南苗主的21岁小将石晓东 他在赛前也是各种挑衅草原男何喜格图 趁草原男只是口嗨没有实力 明天往上照样KO你 点人在赛前就放下狠话 史晓东质疑草原男的实力 而草原男则霸气回应道明天照样KO你 现在也是让小吴带大家走进比赛现场看草原男何喜格图 能否31秒KO掉小将石晓东 可以看到草原男何喜格图走起路来也是非常的霸气车了 他与小将石晓东的年龄竹竹差了有16岁 无论是身高必长还是年龄都不占优势 而小将石晓东的实力也是不容置疑 他虽然年龄只有21岁 不过战绩却有着7战5胜的优秀战绩 而且他的战绩技术也是相当的屌德 而草原男何喜格图是一位惊艳老将 他有着14战10胜的优秀战绩 还代表中国登上过国际的一台万贯赛 所以他的实力绝对是不容置疑 现在裁判也是将双方选手召集的一台中间 可以看到草原男何喜格图 对战小将石晓东双方选手碰拳 随即比赛第一回合正式开打 可以看到草原男何喜格图一上来我的天哪 一对狂轰乱炸一个顶兮 但是小将石晓东也是仗着体格上的优势 差点爆摔了我们的草原男 草原男身高只有一美五六 必赛也只有一美五六 所以他的身高上是完全不占优势 他现在只能是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 以及优秀的地面技术 他能不能降服石晓东 但石晓东的顶系也是相当的给地 可以看到草原男 这个时候也是顶不住 现在是完全不占优势 被这个石晓东摁在了龙边 石晓东也是想要压住我们的草原男 但是可以看到草原男这个时候 哇非常的被动 身为一位地面高手 现在也是被石晓东 在战技上面给压制住了 这边也是护持掉了 不过裁判也是迅速安排上了 比赛继续 这个时候石晓东也是有所行动 他要干什么可以看到 哇主动爆摔 没错主动爆摔荷喜格图 但是这个把位非常危险 可以看到这无疑是将自己摁在地上 荷喜格图来到了自己擅长的领域 现在荷喜格图也是想要布置这个裸脚 他想要将腿给勾进去 但石晓东面对老将也是可以看到 非常的沉着冷静 荷喜格图再次摁住 这个时候荷喜格图 哦 转裸脚 可以看到断头 哇哇哇 果真是一位惊艳失足的老将 可以看到石晓东 这个时候已经是被缩住了 哇 腿都大扣了 估计是 得放弃了呀 可以看到裁判也是随时准备叫停 这一下也是勒得非常的紧 现在石晓东 还想要搬开手臂 这个时候 哎 准备拍手吗 不过他依然没有放弃 哇 草原狼锁得死死的 这一波可以看到施晓东 也是将身体测轻 想要缓解这个草原狼 荷喜格图的裸脚 这一个断头真的是太凶了 可以看到这个断头 施晓东是被锁得死死的 现在是很难挣脱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把位也是锁得非常地深 但是施晓东再一次挣脱 这也是让草原狼守住无措 草原狼这个时候 好 只能是击打施晓东的点步 但是施晓东又是一个抵御打挺 再一次将草原狼摁在地板上面 这一下草原狼也是 哇 被摁在龙边 点去爆锤打击这个点步 没有想到施晓东 头一次走上这个ZCK 就能够惊天大逆转 要知道草原狼荷喜格图的断头台 基本上是很难有人能够破解得了 但是今天这位小将的表现 真是让人刮目想看 再一次摁住了荷喜格图 荷喜格图也是想缓一下 38岁的他已经是体积透支 现在只能是跟施晓东进行这个纠缠 但是施晓东没想要犯过他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直接获得一个砸成位 我的天 这下被拉背了 有点危险 紧接着斩平 哇 直接是将草原狼荷喜格图斩平了 接下来就是裸脚 可以看到死死的裸脚 我的天 施晓东这一波 有点像齐马耶夫的绝招呀 看来今天荷喜格图也是难逃第一手呢 连续凶猛的地面砸拳 好在荷喜格图也是占地起来了 看来还有的打 事情还有转机 但是 哇 紧接着可以看到施晓东 又是一个半腿摔 现在的荷喜格图已经是被完全压住了 荷喜格图没有动弹的机会 施晓东也是下一步准备的砸拳 可以看到连续的拳头全部砸在了草原狼的头上 草原狼已经是无计可施 但是他现在就被施晓东摁在了地上 连续的拳头全部砸在了草原狼的头上 草原狼已经是再一次被获得一个奇成位 哇 连续的重拳可以看到草原狼顶不住了 这个时候有点欢了 但他身为老将这个时候也是不停的移动 比赛时间只剩于最后的30秒钟 采判最终还是拍了 哇 没有想到 这位不被看好的21岁小将施晓东 居然TKO战胜了草原狼何喜格图 全场的观众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可以看到在回放中 草原狼何喜格图也是被施晓东重拳砸在顶部 最终也是没了反抗 裁判才叫停比赛 真的是验证了那句老话 智古英雄出少年一代更比一代强 这场比赛最终也是在裁判的一致盘下 为21岁石晓东首会和TKO草原狼何喜格图获胜 好了 视频到这里最后也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石晓东这位21岁小将打得不错的朋友 可以给他点个赞 我是解说员小吴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